因为当时就是觉得气不过 给姥姥气得住院了 我们当时潜伏进去一个号 装着有一个号也是被骗的人进去了 好多都是运营商的 运营商里面的内鬼 因为苹果手机非常不安全 苹果有几个大黑客才知道的零费漏洞 带了几个人去 我说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揍你 上家是谁 你联系方式给我 查到那个定位地址在云南梦典 对面就是缅北的瓦邦 一年前一位80岁的老人误入刷单骗局 被骗子骗走了11万存款 这件事被他的孙子知晓 在得知姥姥被诈骗后 这位年轻人一气之下 历时数月最终追回了姥姥的存款 也将骗子位于境外的窝点整个端掉 他是如何追踪到诈骗短火的 又是如何端掉他们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破解了哪些诈骗短火的秘密 今天的王局播客 我们采访到了这位年轻人 请他讲述与诈骗短火过招的传奇经历 你能简单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你不需要讲你的特别隐私的信息 我就是在国内做广告公司的 然后是在国外吧 在东南亚上的大学 然后这个 当然自己比较喜欢计算机嘛 所以就随时在网上 某黑客论坛吧 挺有名的 然后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那你家人当时被诈骗集团诈骗是怎么个回事 当时是我姥姥 然后他不是年龄比较大 然后就是第一批用这个智能手机 然后就他会收着那个短信链接 其实这个诈骗就是最原始的那种 就是收着个短信链接 然后是领东西 然后或者什么的 然后他会点击一下老年人的诈骗 点完之后下载APP 下载完了这个APP之后 它是一种形式叫 我当时对比了一下 那个公安部发的那个东西 它叫刷单诈骗 就是利用这个老年人比较这个 喜欢这个太小便宜的心理 然后他不停的往里冲钱 就是说你去刷单 然后呢他给你钱是吧 对对对 上来很小 上来可能几十块几十块 然后是他们弄了个微信群 因为姥姥也是 可能听着挺老的啦 就80岁了快 但是他是个大学生 他是很早以前在法国上的大学 是吗 那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 对对对 因为他是那个天主教会的嘛 然后他们当时是上了大学 然后所以他会用这些东西 那当时刷单是在微信群里 让他们怎么刷单呢 很简单 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一个这个APP 完了你往里边充个20块钱 然后我会反你23 然后这是第一个任务 然后能提现 然后钱直接人家微信转给你 然后就3050 然后慢慢的往上刷 就是你一开始给他转20块钱 他给你发过来23 是吧 对对对 然后50可能就变成了60块钱 是吧 对对 这个就叫刷单人 刷单是在哪刷呢 就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个APP 嗯 现在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在 真的中学生就在淘宝和拼多多上 嗯 就是帮助那些卖主去刷单是吧 就是说明明比如说他 卖了100件他给刷成卖1000件 是这个意思吗 对给他们说的是干这个活 但是事实上你刷了买完了 然后让你点圈收获之后钱不给你了 这个钱是给那个拼多多的商家买东西呢 还是给这个刷单的头啊 给拼多多商家买东西 这是最新的一个模式 就是买东西 而且所有的交易记录都是有的 嗯 买的是虚拟商品 就是游戏充值你看起来就是游戏充值 嗯 嗯 然后实际上的话就是骗学生2000块钱 这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那他这种方式的话 那岂不就是拼多多的这些卖主就跟他们都勾结好了吗 对对对 他们叫现在有一个玩法叫批量注册 然后当时我帮我姥姥查这个事的时候 查到了我们本地 然后有一个就是兼职团队 就招学生用他们的身份信息批量注册这些店铺 各种APP 他们干三个事 第一个是是拿店铺的实名认证的银行卡支付宝 然后骗他们钱 这样子查出来的话是学生注册的 嗯 第二个是用他们的银行卡 我们叫跑分 跑分就是呃 在诈骗里边的一个通路就是洗钱 然后第三个是用他们的实名信息 然后做什么呢 做做上粉 就是您您推特里现在一直在说的这个呃 说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这个色推啊 其实在国内的话不光有色推 还有色情的这个呃 帖呀论坛呀 然后微博呀 尤其以微博为主 微博上色粉 现在一个就是就是拿别人的实名信息注册一微博 嗯 然后在微博上发一些擦边的色情的东西 然后让人加到指定的QQ上 这一个现在就给四五十块钱 就你拉一个客户过去 对拉一个就四五十 这么高的价钱呢 像前几天我看我潜伏到的这个群里边 他们找的是28岁以上的女生粉 你猜是干啥的 拉女生过去之后有什么用啊 我们当时潜伏进去一个号 就是上粉的时候 我们装着有一个号也是被骗的人进去了 嗯 然后他们是做杀猪盘的 上来跟你谈恋爱 这种一下就几十万 所以他一个给四五十他他不亏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女的拉进去 就是假装跟这些女的谈恋爱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这种是杀猪盘 就跟这种刷单的还是不太一样是吧 对这个诈骗分很多种 一种刷单像我姥姥被骗是刷单 他最后被骗了十一万 这个是比较小的 哦那十一万也不少了 很少很少 十一万在诈骗里边算是小单 你姥姥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他被骗 就去年 你不是说 他一般来说就一两千吗 他怎么都会被骗到十一万呢 他这种叫 就是他们自己做的APP刷单 然后跟这种淘宝啊 然后拼多多的刷单还不一样 拼多多淘宝刷单算是诈骗圈里最低级的 嗯 那你姥姥那个是怎么弄的 他属于是终端一点的 就是人家会出一个软件 人家叫什么呢 就是上面所谓的刷单 就是我们呃 归类为刷单诈骗 但是其实他是 就是他做的是一个理财类的软件 上来是买东西 后面就开始跟你说理财了 姥姥当然说是放了十万 十二万块钱进去 然后放一个月 然后能给到呃 他有几种 一种是隔夜 十二万隔夜就给十二万七 然后放一个月就给二十四万 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你放一天十二万的利息是七千块钱 对 哦 那你一开始放力去 他肯定是给你的 是不是 刚上来他的引流模式就是小额刷单 让你对他产生信任 就是让你充少额的几十块 几百块 都给你 多少都给你 嗯 然后呃 一到上千之后 开始设任务 就比如说呃 像他做的时候当时是五千块的时候 嗯 然后 五千块钱当时能提出来六千多块钱 不让你提了 啊 然后给你说你这个卡里边 现在有问题 被封控了 然后让你再充一个五万 然后充五万的时候 呃 这个五千不光给你 这五万的利息一块给你 然后这叫激活账户 就这么的 他就是被这个激活账户给套了两回 啊 你老了是吧 对 哦 那按理说 其实这个 应该引起警惕啊 就是说你第一个五千块钱取不出来 然后再让你交五万块钱 中间我省略了一下 五千之后是一万 然后又又一万 然后又两万 就是但是你看到你的账户 就是你的APP的账户余额一直很多的 比如他冲到五万块钱的时候 他账户余额都七八万了 哦 就是显示利息还在不断的给你呢 是吧 对对对 就让你觉得你的账户里的钱其实很多 嗯 对 其实都是数字 对他们来说 他们自己做的APP 哦 那你老了到最后是什么情况下 他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被骗了 说我自己做生意需要周转 然后我问他借钱的时候告我 哦 那你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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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借钱 他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他还准备冲呢 他说我这钱马上出来了 我一看 我说不对呀 这个 然后 因为我是做这个 虽然我们做广告的 但是我做技术比较多嘛 嗯 然后 我就我就发现 我说这不对呀 然后我一把那个软件 然后反编译了一下之后一看 服务器啊什么的 全部都在境外 我一想坏了 应该是被诈骗了 哦 你是可以通过你的技术手段 你可以识别出来 就这个软件的服务器的什么地方 是吧 对对对 服务器是在美国 然后它的软件的话 就是运运为都是在 IB地址看来都是在云南 然后云南的话用的因为是咱的专线 那我当时我就肯定了 我说这个应该就是在绵北 因为绵北呢 几个地方用的是咱中国的IP 缅南用的是泰国的IP 这诈骗最多的地儿 他们怎么能用中国的IP呢 嗯 我去过一趟绵北 在16年的时候 嗯 我就找我同学 嗯 啊 然后他们那边用的是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哦 嗯 就是那个金三角果敢的一带吗 是吧 嗯 对对 当时我去的是那个孟拉呀 娃邦呀这几个地方 哦 哦 所以他可以用云南的这个IP地址 是吧 对对对 哦 那后来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 我就觉得特别好奇 是吧 嗯 那是这样的 我当时发现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开始找这个上粉的 就是 他们是群发的 因为像这种短信的话是我们叫 他们叫GOIP 是用的一个设备 然后里边查了好多的那个电话卡 用GOIP 然后群发 然后群发这种有一个特点 就是80%是在本省 因为非本省GOIP容易被拦截 发不出去 嗯 还有一种模式是假激战 就是现在在国内也挺多的 然后他们会找一些学生 就是未成年的 然后骑个电停车 带上他们的假激战设备 然后就在市里边跑 啊 这是两种方法 当时我怀疑两种方法都怀疑了 然后最后 我发现是用的是那个假激战的方法 那你怎么确定它是假激战呢 因为假激战的电话号码是可以变的 比如说他想给你发110也能发出去 就是你手机是能收到的 然后他这个号码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人家服务商的号码 嗯 是一个真实号码 那么真实号码发诈骗短信 那99%就是假激战 如果是手机号码发的话 那就全发就是GYP 这个是可以分辨的 就是说你查了一下 就是给你姥姥发短信的这个电话号码 对 发现这个电话号码是真实存在的 是吧 对 是一个官方的号 是一个106开头的官方服务号 然后呢 这个号肯定又没有给你奶奶发 给你姥姥发这种诈骗短信 是这意思吗 对 他不可能发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电商客服 哦 不可能发 所以你就通过这个来确定 他就是假激战发的是吧 嗯 对对对 我发现是假激战之后 然后我就用我们本地的关系 就是认识一些反正违法犯罪的人吧 我就看我们那城市 问谁出这个 因为他们要找那个年轻孩子骑这个车 然后在这个几个小区里边 像一个假激战基本上覆盖也就是500米到一公里 嗯 他们要被骑个电瓶车 为啥骑电瓶车 因为要要拿电瓶给它供电 专门改装的车 骑一天是给孩子两千块钱 他的假激战现在不用汽车了 电瓶车就可以啊 对对对 汽车目标太大 然后咱们那边那个什么无线电的部门能监测到 那他电瓶车里头装一个什么设备啊 他就可以用那种群发的这种假激战 不知道您以前见过没有见过高考时候那个屏蔽器 我见过的屏蔽车 但那屏蔽器我没见过 就是跟那个差不多 就跟就跟你可以理解成小号的屏蔽车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走出来一根天线 然后底下就是那个跟一个路由器一样的玩意儿 就这个东西啊 那个就是假激战 然后他覆盖范围很很很小 说是500米 你加上这个楼宇啊啥东西的 基本上也就是沿街 他不太能穿墙这个玩意儿 我姥姥正好他是因为是在我们厂矿嘛 然后他就住沿街 然后我问了问周边 好像沿街我姥姥家那一排全都有 但是就我姥姥亏就亏在他识字 然后啥都会 不识字啊没事 知识太高了是吧 对 对因为他什么抖音朋友圈啥玩的比我们还溜 那后来呢你怎么找到这个假激战的人呢 然后我就找本地的 我说谁给假激战找小孩 然后我就找这个 我认识了一些 做这个不太健康产业的人啊 找到这个人了 我就带了几个人去 我说我也不打你 我也不揍你 我也不举报你 我就一个要求上家是谁 那个联系方式给我就行 就是这个人你确定他就是发假激战的人 是吧 当时我是诈呼他 但是他最后的交代就是 哦 那他也有可能接很多商家的活吗 他有很多个上家吗 他单次不能接很多 要不然没法结算 他不知道咋算钱 比如说这一段 他们是怎么赚钱 他们是分成制的 比如说这一段诈骗了一百万 嗯 那么他是一般分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个当时我按照他问出来了 哦 哦 嗯 他是根据这个来分钱的 哦 就是他给那些小孩是按照固定的 你跑一天给两千 然后他跟诈骗集团是来分成的 啊 对 然后我还问了问他们详细的 就是大概吧 他们跑一天基本上都能出一个水 他们要出水的意思就是十万块钱 最起码十万一天 就是有一 就是这一天有一个人上当的 是这意思 不 可能不是一个 就是也可能是一堆 反正每天大概他都能分两万块钱左右 好 那接着讲你的故事啊 就是你找到了那个当时 搞这假机站的发包的那个人 对 这个人当时 他跟你说了上奸了是吧 那上奸是哪 对 然后上奸的话 他们是用的那个 呃QQ联系的 然后QQ的话 我这边正好就是我们做黑客的 一般都会有这个裤 嗯 然后我就拿裤撞 没撞出来啊 第一回没撞出来 然后我就弄了一个女号 跟他聊天 然后说也要干这个 让他给我发机站 然后他要交押金 我就交了几千块押金 我想着被骗了就算了 没想到他真给我发了 发了什么东西 给你 假机站 给你发了一个假机站设备 哦 真给你发 就就你 你就说你要买一个假机站的设备 是不是 呃 我说我要跟他干 他说要交押金 就是一个机站 假机站的话是三千块钱一个 两个六千 嗯 嗯 我就给他发了 然后这个因为 他们就是要押金是因为这个设备费嘛 他设备丢了 嗯 嗯 然后我说我就干这个了 嗯 然后他就真发了 那你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 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你也不需要做假机站嘛 就是发了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黑客的手段 然后把他的那个快递单号给拿出来 我就知道他从哪发的货 哦 你就是说他的那个给你发过来的这个货 本身有信息是吧 对 但是他发的时候选的是匿名 但是查后台是能查出来的 那怎么查呢 撞到快递的后台里查 啊 就比如说像顺丰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是吧 对 他们现在都都有漏洞 但是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漏洞 像一般小黑客查不着 但是我们经常玩的能查到 哦 那我就查到那个人电话号码了 那电话号码是国内的吗 对 然后呢 然后就 电话号码有个好处是啥吧 就是 因为他是用的是基站嘛 然后我就给这个电话号码 他他们不是发短信 忽悠我们 就我们也发短信忽悠他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探针 就撞着他在哪了 就探针是什么意思 探针是一种程序 就是可以定到别人大概的位置 也是一种黑客程序 那这个东西 你是用什么东西发给他的呢 也是短信 因为当时我只知道他这个手机号 然后 然后你就用短信 把这个程序发到这个手机上去了 是吧 对 对 对 那他发 你把这个探针程序发给他 他需要打开吗 嗯 他点一下就行 他不用打开 也不用下载 啥都不用 点一下就行 你就 你就知道他大概位置了 是吧 对 对 然后当时 撞着了之后 这个人在湖南长沙的某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也比较好找 然后我们就 当时我就 呃 安排我长沙的 我们同样黑客论坛的人 然后开始 呃 因为他们手上也有设备 然后他们就去探了看 大概这个 这个人在哪 然后就 把这个人给探住了 那你只能锁定一个大外位置 你怎么能找到这个人呢 嗯 就是咱们知道他手机号之后 我可以给他发探针 发完探针之后 可以返回的数据是除了定位之外 还有他的手机型号和啥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手机型号用的是那个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非常不安全嘛 咱们都觉得苹果安全 其实苹果不安全 然后苹果就有 苹果有几个黑 就是大黑客才知道的零带漏洞 然后我们通过零带漏洞 然后直接进到他的iCloud里了 然后把手机照片堵出来了 就找着人了 哦 你们这么神的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 这个灵类漏洞是啥吧 其实咱平常也知道 就是手机的地方好多都会玩 就是你发现苹果手机丢了 明明没有解锁 为啥咱们那个苹果ID被注销了 好多都是这情况 就是用的这个漏洞 哦 就是只要知道他手机的那个串码 然后什么的 我们可以伪造一台他的手机 上去之后就同步到他iCloud了 啊 就等于把他iCloud的所有的信息 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对 就把手机上换一个零件 然后把那个东西烧进去一个串码就行 哦 你说苹果他的漏洞就在这 到现在苹果不敢坑气 就是因为这个漏洞很大 那这漏洞这是很危险啊 这个 但是一般99.99%的人 找不着你手机串码 嗯 手机串码很长一六呢 那不是说能撞就撞着的 必须得确定是哪个 对 但那你就是只用了一个这个软件 你怎么知道他的手机串码的呢 嗯 就是像我们做探真的话 就是探真能探着 好几个东西 一个是那个电话号码 然后电话号码定位 然后他电话号码定位是根据基站定位 那么通过一些我们的手段吧 就这个反正这个差一点 就是我们给运营公司的人掏点钱 他就就就就给我们说了 哦 就因为咱们手机访问网络的时候 必须要有这个传码 没有这个传码是访问不了的 嗯 那等于就是说运营商的人给你们提供的是吧 对 对对 也有诈骗集团 有内鬼干这个事 哦 哦 就大家都用同一个信号通道 是吧 对 你在网上如果找的话 有那个运营商卖这个 就你看网上有什么收费 查人员啥的 好多都是运营商的 运营商里面的内鬼 哦 那你你找到这个人照片之后 那你也不太容易找这个人呢 找到照片就好办了 找到照片之后 黑客有一个叫泄露库的东西 就是基本上 全世界的公民信息泄露的东西都有 那照片一比对就出来个人信息了 然后就是锁定这个人了之后 我们没有再去找他 嗯 因为我们已经读到他手机了 然后我们就通过就是他常联系的这些号码 这些人 然后他常用的软件 然后我们发现他 他就属于是卖号的 就是直接联系境外商家的人了 啊 就他其实并不是搞大骗的 他只是一个中转商 对 他也是卖号的 一般这种东西在国内 都要有两三道 这样子诈骗的集团就可以 呃 比较安全的 做这个 咱看他们在缅甸 但是缅甸其实 以中国警察的话 如果想抓他也能抓 他有办法 只是 只是说就是 他们通过这两三道之后 你找不着他 因为中间这个线索太麻烦了 我们是因为有这个 就是可能就说难听点 公安估计 还没有我们 这么有闲工夫 他们可能事多 像我们是确实是有闲工夫 啊 因为当时就是觉得气不过 给姥姥气的住院了 哈哈哈哈 啊 然后我们就查找他的上家 然后上家的话 我一看那个区号是 呃 云南普尔 通过我们的方法查到那个 定位地址在云南梦连 然后梦连对面就是呃 缅北的瓦邦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想起来用我同学了 因为他他父亲 我们俩比较熟嘛 然后 我就想起来我同学 你这同学 你这同学是什么背景 他父亲就是 瓦邦军的领导 啊 哦 就是你在东南亚留学的时候认识 对对对对对 我就跟我同学就联系了 我说你们那边现在是不是搞诈骗 他说好像是吧 听说因为他本人也不在 他人不在 面殿 嗯 他他他他也在那个 内陆 嗯 嗯 然后 他说应该是吧 我说你给你爹联系一下 你看看你们那儿现在搞诈骗有几家 有多少人 然后 他们给我联系了 反正他们那边是叫什么吧 他们那边叫园区 一个园区里面有好多好多公司 都是中国人开的 就他说叫什么KK园区 我看网上说 KK园区在庙瓦底 在缅南 缅南的话用的这个IP地址是泰国的 哦 嗯 缅北用的是中国的 如果当时是缅南 我们估计就查不下去了 肯定要不回来 但是缅南不做这种低级诈骗 缅南都做高级的 就是煞烛盘 缅北的园区没有这些这么好听的名字 一般都是他们自己盖栋楼 然后里面就有好多人 就这么着的 网上经常传的 就是一帮人说是 关在里面天天打电话 但是 据我了解啊 没这情况 都是自愿的 嗯 并不存在被卖到那个地方 嗯 然后 强迫他做的 是吧 不存在这种 缅北不存在 缅南存在 那为什么缅南会存在这种 就是强迫人进去干活的 因为缅南离中国太远了 就是真是想解救他 咱人也过不去 哦 缅北就在中国边境 你真是 说难听点 在咱国内你闹得厉害了 那 网上报一报 也就过去了 而且缅北的武装 跟咱们国家关系比较好 是比较听话的 就是说公安人员过去执法 其实障碍也不大 是吧 对 而且能通报嘛 你就是通报给他们 他们很听话的 缅南不听话 缅南的不是 不是咱们这 缅南的话 控制的基本上都是美国那边 他们都是信 有信基督教的那些 那些 民族地方武装 哦 嗯 后来就查到了这园区 是吧 对 查到了园区 查到了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号码 是哪些人买过的 这个 还 就感谢这个瓦邦 他们那边有个好处 就是 他们电话买的时候 除了 咱们国内要失明 他们自己还要登记 你说瓦邦那边的政府啊 对 他又要登记 他们为什么要登记啊 因为他也怕有这情况 其实他们一直在打击 那不就是他们公开支持的吗 不是不是 瓦邦不支持这个 支持的在国感 国感被缅军占了 哦 就是说汉语的这些民族地方武装 都不敢支持 也换句话说 就是不可能明面支持 你说暗地里咱不知道 那他不都去搞了园区什么之类的 那没有地方他们政府的默许 他们能搞吗 缅北不是园区 刚才我说了 缅北就是自己盖栋楼 或者是买栋楼 然后他们自己在里边搞 然后就是我同学给我联系瓦邦司法部的 然后开始控这个电话号码 然后控到了一栋楼民房 你说控这个电话号码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技术手段能查 哦就查 就是谁买了这个电话号码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控到了这个 他们首府吧邦康算是郊区的一个民房里 然后他们就去里边执法 然后就把人给干掉 干住了 那干住他给你讲了吗 那楼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说就四五个人 全都是福建的 就专门干这 然后跟国内联系 然后干了这种 因为我跟你说 就是像这种发单的话 算是低级诈骗 主要是干这种低级的 高级的话 他们几个人干不了 那他属于规模比较小的 对您像您推特发那种 就是黄推呀之类的这些 这些都是高级的 还有有编剧 有画术源 有上份引流的 有中间的中转 然后还要有洗钱的 你像这种小额的十来万的 他洗钱的都不用 基本上就是过一道 然后他们就取出来了 过一道手就OK 买成那个U 你应该知道吧 那个USDT 买成U就行了 基本上就不过手 然后像这种 就是像发黄推的 这又是一个玩法 黄推 因为当时我在了解 就是很多这些 我们都了解了一遍 尤其是黄推这个东西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他们就是很完善的一个 就像他们的编剧 像缅南那边 我同学跟我说 就是缅南那边 他们的编剧 基本上都是国外名牌 大学心理学专业出来 哦是吗 因为我大学 也是学的这个相关的行业 我说咱同学有没有 敢说有 你说心理学的是吧 他就是怎么让人 一步一步上当受骗 在这里取得信任 对对对 这种花束本 在他们那边卖 一本就是三四十万人民币 在你说在缅北吗 缅南 缅南呢 对 这么贵 对 因为就是这种 只要套上你了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要中招 就除非像咱这样 就无所谓 我就压着不信你 我都不想跟你聊 那无所谓 你只要敢给他聊 他就有办法让你上套 为啥我说 就是我可以给你画一下 因为当时我见过一份花束本 他们画的有支线 比如你说了一句话 然后有五种回应方 他的五种回应 每一种回应 又有三种回应方式 然后根据你的反应 把这个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回答 他都有一个应对的方法 对 对 那这是经过非常专业的设计的是吧 对 然后他们更厉害的就是 他们都已经做成那种 就是手机APP的形式 就是他们诈骗人员 一人一个手机 你大概你说了 比如说我说你好 然后你有五种回应方式 然后你再点一下 就出这种回应方式 后面要说啥了 不用堪执 是很先进的 其实诈骗的话 就是用的所有的手段 都是非常先进的手段 尤其是高级诈骗 低级的话还好 我姥姥这种就是很低级的诈骗 这种就是说白了 就是广伐网 然后能捞一个算一个 高端的方式 一般现在都是做心理 当时为了查我姥姥这个 我也混进去了一个 就是上粉的团队 上粉团队是什么意思 就是帮他们引流这个团队 我们混到这个团队里边 那是黄推的吗 我当时混进去的是黄推的 然后我在里边没有干 就光看 因为我一看 跟我姥姥这个不一回事 但是他们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 就是指定定向粉 他们做定向粉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就是要35到38的男的 然后这种就这种定向粉 就很贵了 一个三四百 就是说这个年龄阶段的男的 比较好骗 是这意思吧 他们认为 就是他们最近可能拿到了一本 这个年龄段的画术 哦 就拿了这个画术本 就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 嗯 所以他要找这个年龄阶段的客户 是吧 对 而且这个粉啊 是只要能上上 基本上就50%的几率 这个人要爱骗 为啥呢 因为你平常如果说不喜欢色情 你也就不会加那个人的QQ 嗯 你能主动添加上QQ 他们现在不让加微信 要加QQ的原因就是 QQ你要 你号码要复制 粘贴 然后再进去 然后而且一般都是中转 到这个QQ上之后会写 这个号加满了 你加另一个QQ 然后你还能再复制 那这个时候不能复制了 你得把这个号记下来 手打进去 能做到这一步的 基本上呢 都是精虫上脑 快不行了的人 就是说你就是有比较强烈的动机 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种人 就很容易被骗 那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反锁的过程 在有意的在筛选客户 对 能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就是这么理解 那他们怎么能做到 就是说 就是进去一半的人都能被骗呢 因为经过这两回筛选 您可以注意一下 他们一般都是在晚上八九点开始是高峰 嗯 而且这个时候是有科幅的 有人的 这个时候是发布的高峰 最高潮 因为你按推特呀 或者微博的 他的这个推广的机制 基本上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是一个高潮嘛 就等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 这时候有些你看大老爷们刚离了婚 家里没人没事干 嗯 在床上不知道干啥 看看黄图 是不是就有点那意思了 然后这个时候 人家在跟你一聊一挑逗你 就上套了 那他们那个那个话术本 跟现在就是呃 前一段时间我采访的那个裸聊那小伙子上套 上套那个话术本 一样吗 嗯 对一样 每个 聊完之后让你让你加一个telebrom群 然后让你下载那个一个APP 读解你的通讯录 然后裸聊录下来之后再威胁你 这是一个常见的套路 是吧 那阿曼是用这种方式吗 嗯 裸聊是属于是 也算是低端的一种 跟上粉算是一样的 都是低端的 说白了就是威胁你 敲闸勒索了 可以这么理解 对 嗯 但是这种炸不了多少钱 而且风险可大 你如果碰上像我这样不要脸的 你发呗 你随便发 反正我也没媳妇 你爱咋发咋发 那无所谓了 嗯 像我们都是自己干的 我可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我领导看见 你弄呗 嗯 所以这种也是属于是 嗯 比较low的一种方式 高端的方式 一般现在都是做心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先取得你信任 是吧 对 跟你聊 一个 一个就是他们讲这种 猪开仔 一般都是半个月以后 不会当天开 那他用什么方式骗钱呢 他们的剧本是什么呢 那就多了 比如说杀女色粉的剧本 我见过的 就是冒充这个 嗯 在乌克兰打仗的特种兵 咱听着是不是觉得考好玩 是不是有病吗 但是这种 最近在乌克兰打仗 特种兵骗成的 好像挺多的 就是骗国内的女的 对 是吗 嗯 因为我在乌克兰打仗 然后发现了这个金库 然后我这边现在存了点黄金 然后那个啥 然后就开始跟他聊感情 然后每天都给他发打仗的东西 今天可辛苦了 明天可辛苦了 然后让女生同情心泛滥 然后一想又是个 这么帅气的 会说中文的一个洋哥哥 中文还说的不好 故意说的很不好 是吗 你看国内女生 见着国外的男的 好多都受不了 在一个当兵的哥哥这么帅 每天都拼死淤血在战场上 然后争取自由独立的 然后想想 一想 这个男的真好啊 我真喜欢啊 然后就聊几天就跟你说了 我找着个金库 然后我这个金子我要运出去 然后这边海关我要给他行贿 可能得给个两三万美金 你给我转一下 就这么个玩法 听起来也很低级 咱听着很低级 但是其实聊的时候的话术 不是不是我说的这么简单的 每天给你攻心攻心攻心 你就已经很信任他了 你觉得他就是真事 嗯 然后到最后再把你钱骗了 这是一个计划 很周详的一个流程 非常牛逼的一个流程 那他骗男的呢 他如果不诈骗有什么方式 骗男的就是色粉诈骗 这个比较简单 色粉诈骗分几种啊 一种是也是广发网的 你像大部分黄推都是广发网 先骗个开门费 你说开门费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加我微信 收50块钱 就是那种对他们的所谓的门槛费 门槛费 对 他们有人说就是这个黄推有真的有假的 说真的黄推就是 收这种门槛费的 让你进去看什么色图啊 录像啊 这就算是有良心的黄推 并不是搞诈骗 对 是真的吗 这个 是真的 是真的 有 我们叫福利基 这个现在年轻男生都可喜欢了 咱们这边以这个中国 以成都和西安的为多 一看是成都和西安的 基本都是真的 小姑娘都是 但是都是未成年 十四五 嗯 他们那边有产业链 搞裸聊什么之类的 是吧 也不裸聊 就卖图 卖图 卖照片 卖视频 这是真的 确实是真的 但是我是不建议整 是啥吧 现在 90%都是假的 真的少 但是我也听说啊 就是这些所谓的真的 黄推啊 嗯 他其实也给那些假黄推 做推广 嗯 接推广是有钱拿的 对 就是那些 你进了他们这个群里头了 他们的群里头 也给那假黄推做广告 对对对 就像我跟您说的嘛 就是这 你像我卖一张图 可能一个人就给我100块钱 不是一张图啊 就是一套图 一般他们都是卖套图 一套就是100多块钱 200块钱 了不起了 然后定制视频也就是500 800 了不起了 但是弄黄推 尤其这种定向黄推 他做一次 你像我说的一个人四五十块钱 你像现在这种黄推福利机 一个人 有个几万粉丝都挺正常的 有些还不加粉 你像我看我就不加他粉 我也看对吧 然后像这种的话 那就很吓人啊 一个人几十块 敢有几千人家 好几万 对是的 对 他们也做 而且这也是个产业链 就是他们是啥吧 有的是上来都做 有的是靠自己的黄图 然后做成了之后 把号卖了 卖号的多 就是把号直接卖给占美集团了 他自己就 相当于 相当于实际上就把这些人 都当肉鸡嘛 对就不能了 然后他们这种是 这个我了解的 我了解是在西安 就是专门有一批人 就是干这的 专门找初中生 然后你给我拍点黄图 然后不露脸嘛 反正 然后我给你钱 穿上那个二次元衣服 然后 基本上拍一回 给他个五千块 对初中生来说 五千块很多了 五千块 基本上就是拍的图 就够用个几个月了 然后再卖给那些诈骗集团 对 他们拿他们的图养号 也就是说 其实用这个号的人 不一定是个女的 有可能是 就是这些团伙的男的 这是一种方式 是吧 就是说 还有吗 其他的就是你说 他不是诈骗的 就不是敲诈勒索的 再高端一点的那种 就是定向见人诈骗 这种一般人都在迪拜 迪拜现在也是一个窝点了 对 更高端的都在迪拜 迪拜这帮人是怎么诈骗的 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定制 专做定制 他只做有钱人 没钱人他不做 然后就是收集你资料 把你资料都收集齐 然后根据你的资料 然后给你设计一个 你常用的剧本 然后引流的方式 有几种 一种是直接找本地人 找个女的 干小姐的 跟你邂逅 一般骗男的多嘛 邂逅一下 加上微信之后 剩下的就是诈骗人的事 这种微信 让小姐加一个 就给一两万 先给钱 所以在街上 反正 像我们没啥钱的吧 还没事 有钱的 我一直给我 有钱朋友说 有女的加你微信 你别讲 容易被骗 一个真人女的 跟你说要加微信 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 加上之后 然后拿微信 来跟你聊 也是套取信任 其实高端的 基本上都是靠这个 话术和这个信任度来做的 就跟以前卖茶女一样 那再说回你自己的故事 你后来那个 找那司法部长 把他那个楼给端了 是吧 然后呢 人抓了 人抓了 然后 嗯 遣返回来了 然后我们的钱的话 他当时 最后确定 就是他们这个团伙 诈骗的你 你姥姥的钱是吗 嗯 基本上百分之八 八九十是 哦 那也不完全 不完全肯定啊 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基本上 应该就是那 就是不是 反正他们也 根据咱的线索 找着了一个诈骗 然后把他端了 所以把钱给我们退 那就等于就是说 他们把钱收了之后还给你了 是吧 对对对 他们当时 说是他们那边 就是打回来的东西 换就是优 换成人民币 大概一千多万 就四五个人 那么小 就干俩月 一千多万呢 嗯 那他们把这一千万 还到国内什么地方去了 没还呀 他们自己留下了 你说他们当时那个 就是 瓦帮他们是吧 他们 他们留下了 他们 他们把人还回来了 把人给遣送回来了 哦 哦 他们拿着钱 他们才不会给的 但是人还回来了 也有用了 人还回来了 那像国内一般 都是让他们退赔嘛 那他退吧 反正只要有报案了 都可以退 那但他没有钱呀 你退也退不了 那他自己想办法啊 你要不然就探重刑嘛 那他自己家里不会借 那基本上都是这情况 那后来你把这钱 还给你姥姥了 啊 还给我姥姥了 你姥姥当时是什么反应啊 没想到 以为我自己变的啊 不敢要 因为他知道的这种诈骗 报警99%都没用 嗯 我说是报警警察找回来了 其实我们自己找回来的 你这还真的挺传奇的啊 这个也正常 其实如果说有这个相关的 网络经验呀 或者啥的话 诈骗是能找到的 只是说现在 警察呀 啥的 据我们了解吧 因为咱们国家警察的 职权范围比较局限 比如说 某个区的警察 就管他一个区的事 他往上查很麻烦 就查不成 他如果说 真是说国内建议 这种就是垂直的 直接从中央开始往下的 专门反驾的专班的话 也能查着 而且可好查 你就说打击这些境外诈骗 是吧 对 打击境外诈骗 如果有从上到下的专班 其实是能查的 但是他们就是利用了咱们国内的这个司法的漏洞 所以没法查 比如说我是某某区的 那我是北京的 丰台区 我报个警察 那我警察也就是在丰台区范围内 我如果想往上查 你这一个案子不足以让上面调动那么多警力资源 其实他们真想查了 其实我当时我都想 我说为啥他们不找这种黑客第三方案来做 可能咱国内体制问题 因为要是各国外 我觉得很可能就这么整了 找个第三方来做 他不能找第三方 至少你们这个技术应该说对于这个公安来说也不算特别高科技啊 他要想掌握应该说也不难啊 那也不是 我中间有两道他干不了 一道是他不认识瓦邦的人 因为这天想到事外的问题 肯定要好几个部门联动 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种就是内线情报 比如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发假计战的这个人 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关系告着的 这个他们要是不认识他打听不出来 其实第一步最难 后边他们都 找到分发假计战的这个人 对 这个最难 他们要是认识他们估计人都抓了了 他们也不认识 其实这个假计战 其实你要是对他们来说 如果做个啥思路的话 倒是有 就是我们找的谁 我们找本地换优的人 他们因为钱都是通过优来结算 是吧 对对对 如果说公安机关正想打击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把各地收优的发优的打一遍 就能搂住一半 那如果要是把这个所谓USDT这个 管住的话 那至少他们结算就没有这么容易 那咱自己说了 这是美国发的东西 咱怎么怎么管 是 也就是这两年数字货币起来之后 这个诈骗变得更泛滥了 跟这个确实也有关 对 而且这USDT就是非常 咱自己聊啊 虽然不想聊政治啊 但是聊两句 这个USDT打起来的 这个我们玩黑客的都基本上知道 就是港独的时候给港独的人发钱 就是用的这 就是那个时候做的 那你觉得啊 就是因为像你们肯定是有技术了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来破解他们 知道他们 那你作为普通人 就是网上这些诈骗信息 你觉得 他们应该怎么去识别 就什么东西是诈骗的 其实就一句话 你要是不见着真人面 你别跟他有任何经济来往都OK了 不管咋样 你别来往 第二个就是不点东西 不下东西 下东西就是谷歌商店呀 应用市场就OK了 嗯 这谷歌商店应用市场 都是官方的东西 那没有问题 嗯 不要乱点那些不明链接 你像咱们跳出他这看啊 在外边看那没啥 我觉得这个我肯定骗不住我 但是实际上 如果这诈骗真到咱们头上了 不好说 对 是的 现在 现在就是诈骗的话 现在慢慢的都转向向境外 就是境外的中国人 嗯 因为境内现在打击的比较严 第二个是宣传的工作做的比较多 嗯 基本上 像现在国内 每个路口都有标语 都有海报 嗯 然后什么各种诈骗方式啥的 都写在上边 嗯 所以说国内的人越来越不好骗了 然后海外留学生因为有断档 他们就非常愿意骗海外留学生 尤其是有几个可以吓唬你的 就是像骗留学生 嗯 尤其遣送回国这一条 那能吓死好多人 他他就利用了他恐惧的心理 害怕 你自己也会心里打鼓 其实怎么可能 那就是国内的国管机关在海外也没有执法权 对 但是 怎么说了 就是这种 尤其这种高层次人才 就学的太好了 他在他专业OK 在普通生活中可能 就说难听点 就这种骗局 你骗个小流氓小混混 反而骗不住 嗯 他们这种人 就是这种高层次 生活常识 其实是很缺乏的 这个反正我了解 像像我学历不高 我是本科 我在国外本科出来的 就像我们接触社会比较早 像我认识的同学校的 上了博士的 这种跟我们说话 我都觉得他是呆子 很多东西他都不值得好 其实还有一种 对对 我想起来一种 就是更狠的定向诈骗 是啥吧 就是也是针对海外留学生 然后 以针对这个亚洲的为主 就是日本 新加坡 韩国的留学生为主的 就是给你家人打电话 说你在海外出事 然后这个时候 家人是不是第一时间 会联系孩子 对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给你这个 这个电话 就是你在国外留学 这孩子的电话打电话 不停的打 就拿 就以前我们要呼死你的系统 不停的给你打 你就永远打不通 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打到你关机为止 对 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让你转 说我给你孩子绑架了 你转不转 这也是利用一种关键差 尤其是在亚洲国家 说说被绑架了 那中国人多嘛 然后让你转成十万二十万的 这种诈骗可快 基本上当天都转 除非就投铁 说你给我孩子弄死吧 弄死算了 这种没事 然后他们还会用什么AI技术 AIP图软件 我研究过 当时我跑了一个样本 就是我把那种 就是人被打得可惨的照片 大概找了几十匹 就各种电影呀 电视剧呀 反正就是人被打得 写霍雷拉的照片 都放进去学习 之后你随便给我一张照片 我都能 我都能让AI自己生成 特别惨的照片 是吗 你就拿这个 然后我再给你发一张 你家孩子被打得可惨的图 而且他会根据你的体型生成 比如你是胖子 那你或者你是瘦子 然后就拿一张 你最近的生活照 他们一般怎么着 就是留学生很多 都喜欢发朋友圈 加上你微信 看你朋友圈 照你让最近的图 然后背景一换一改 那家人就很多都会相信 信了就转了 这也是针对留学生的 一个诈骗的一个 现在比较多的一个手段 而且这种手段还挺好诈的 这是因为有AI技术了才好整 之前没图 无图无真相 好多家人还是不近的 对对对 现在是有图 有图 但是现在有一个bug是啥的 生成不了视频 其实家人如果遇到这问题 这样的发视频 但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要不了多久 视频也能生成 视频因为清晰度不同 然后像咱们微信传出去之后 清晰度会变低 变低之后反而容易看出来 被批的bug 因为他的那个马赛克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有一个很好的鉴别方式 就是你拿着一个 比如说一个视频或者图片 你把分辨率调低就能看出来 但是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说 这都太复杂了 反应不过来 对是的 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么 这个这么专业的去 去分辨这东西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 其实诈骗 就是他们现在手段很多 还有一些可能咱们没有聊到 或者是我们也没有了解到的 他们正在开发的 这都有 其实咱们聊的这个 为啥现在网上很多人在攻击你啊 嗯 您网上发的就等于说是那种 情感诈骗类的 像您粉丝比较多 针对海外的情感诈骗类的 就不好做了 这确实是 嗯 你像像这个 情感诈骗类的这种 是 其实是海外留学生啊 或者在海外的中国人最容易的 因为人生地不熟 尤其是刚来 嗯 然后你语言又不是很通 学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嗯 我给你聊聊天 跟你谈个恋爱 然后让你给我花点钱 很正常 嗯 非常好骗 嗯 这骗子太可恨 这骗子太可恨了 所以说我看网上现在有好多 就是在那儿黑你啊啥的 我看了看 对 对 包括 包括这个 po你个人资料的呀 开你盒的呀 我看都有 对 有 前一段时间 我那Titlegram 就被人开盒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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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